记者目前就会在台湾人工智慧的年会 今天是AI界的年度盛典 包含了副总统萧美琴 还有科技业的大佬 何硕的董事长佟子贤 也都力临到了开幕式 不过接下来AI界最大的挑战 恐怕就是产业用电 即将要来调整到15%了 对此何硕集团的董事长佟子贤怎么看 我们一起来听他的最新说明 电是产业跟民生的基础 我们当然希望台湾的电力 能够稳定高品质 然后又能够经济实惠 但是台湾的电价确实比日本 韩国或新加坡要便宜 所以说调整电价 我想应该是居于台电 目前处在亏损的状态 实际的情形我还没有看到 所以没有办法做深度的评论 根据了解台电将在省议会上提出 产业用电电价平均要调涨15%的方案 而且用电的大户包含了半导体 还有资讯产业的用户 他们的调涨恐怕还会超过15% 主要就是因为目前台电的发电成本 其实还是高于电价了 那么接下来传出产业用电的电价 将来到每度的4.38元 而且最快可能在10月中就要来调涨了 预计53万的产业用电大户都会受到影响 那么虽然是产业用电来调涨 但很有可能也会影响到了物价 所以河硕的董事长 董子贤之前其实也有呼吁过 其实去掉核能之后 是无法撑起不排碳的任务的 民众也会担心供电的问题 而且他之前也呼吁了要核率来共存 接下来这个产业用电的电价 将会调幅到多少 还得等这个月底电价审议会的进行之后 讨论之后才能够确定调幅要来到多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